寶导报道 我来报告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借文吉 解决不了鸡蛋荒的小鹰男孩 陈吉仲又升官了 很多人就说 做得越乱 升得越高 民进党用人 根本就不看专业 只看颜色 很多人就在说 这个陈吉仲毫无建树 在任内没有造福台湾农民 一点的实质的贡献 而且常常胡言乱语 荒腔走板 完全就是在做官的 没有在做私的 尤其我举了几个例子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台湾突然发生了蛋荒 结果就问主管 这农产品供应的 当时的陈吉仲 他说我们已经去购买了 我们大家稍安勿躁 我们跟澳洲进口了一批蛋 所以他的做法 就让人家非常的不解 如此无能不负责的人 为什么还能够一直的升官 比如说蔡英文政府在第一任的时候 开放 带有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美国猪肉的时候 他负责怎么样 对内沟通 要说服台湾的消费者 而不是站在台湾消费的角度 去跟美国人谈判 他说 这个美国有瘦肉精的猪肉 不是什么有毒的 你可以甚至可以说 它是一种保健食品 华晓天这个话讲出来以后 台湾舆论大话 说他应该是站在台湾消费者的角度 保障台湾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居然站在美国方面 来说服台湾 他根本就不是为台湾人民服务 他是替美国人服务 他应该去领美国人的薪水了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的 荒腔走板 而且因为这些防疫检疫危机 大陆对台湾的进口的这些石斑鱼 还有这些四家 还有一些农产品 采取了这些暂时的 终止进口的举措以后 那时候农民就说 你农委会 你要负责去跟大陆谈一谈 到底什么问题 我们透过沟通来解决问题 结果他不这样做 他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重 他说这个都是大陆不对 然后我要去世界贸易组织提告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怎么样 就是用这种应付的方式 不会做事的陈吉仲 蔡英文为什么要提拔他呢 台湾内部讨论很多 有一个明代用四个字形容 他说陈吉仲非常忠诚乖巧 他对谁忠诚呢 对蔡英文非常忠诚 然后对谁很乖巧呢 对民进党非常乖巧 他没有专业是绝对的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政治投机者 当大陆进了台湾的石斑鱼以后呢 他马上就说 石斑鱼农的这些损失呢 由农委会的预算来支付 也就是拿所有台湾纳税人的钱去怎么样 补贴这个石斑鱼的这个鱼农 那他只会做这个 可是他这个做法呢 对于呢 收买农民的民心很有帮助 他把危机化作转机变成怎么样 民进党向农民去汇选 去买票的一次机会 而且呢 他在过去几年做了两件事情 对民进党也立下大功 拿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修改台湾的水利法 台湾各个地方有掌管农业水源的这种水利会 每个县市都有 在过去因为历史的原因 都是由各个地方的水利会自制的 可是呢 这些水利会呢 过去呢 都是等于是非常亲国民党的 所以国民党对于水利会的控制是非常强的 那陈吉仲上来以后呢 他就推动什么 水利法修改 把水利会变成公务机关 怎么做公务机关呢 也就是水利会的会长呢 变成什么 公务员 也就是政府接管了全台湾的水利会 那么介于这个作为呢 把亲国民党的台湾从南到北的这个水利会 通通等于收编了 变成民进党的势力范围 这个对民进党立下大功 第二个 他也修改台湾的农会法 内部的权力结构呢 都进行了大规那么盖住 其实就把国民党的力量 从农会中完全清算出去了 所以呢 即使他农业不专业 农业做的一点政绩都没有 可是呢 他对民进党的选票 有极大的贡献 有极大的贡献 所以呢 即使做的再烂 民众对他的这个不满程度再高 蔡英文论功勤赏 还继续给他升官 也就是他鼓励的是 替民进党这个政党的利益 卖命的人 而不是对台湾这块土地 卖命的人 那当然就派系来讲的话 陈吉仲是不折不扣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鹰派嘛 蔡英文在民进党派这种派系的这种纵横里面 那他这种 这个陈吉仲是少数他的低系部队 所以呢 即使不会做事 可是呢 为小鹰之命适从 然后呢 为小鹰的这个利益适从 那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民间对他的这个评价如何 他有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只要颜色对了 忠诚没有问题 那官永远是他的